春去秋来 龙与岛的煞气湖泊出产 不知道牵引着多少练气修士的心弦 但方熙依旧保持着神秘与宅男属性 更没有轻易出岛 在外人看来 有着二阶大阵与筑基修士守护 龙与岛稳如泰山 不知不觉中 又是数年过去 方熙也在悄无声息间 过了一百三十岁的生日 闭关室内 方熙周身清光暴涨 照的闭关室内都是明暗不定 就在今日 他体内的液态法力终于积蓄到了一百二十滴 修炼到青木长生宫在筑基中期的极限 这还要多亏他放弃培养清和剑 还有修炼长生术的缘故 这几年的法力进展也在加快 而等到丹田气海扩张至极限之后 方熙自然而然便决定 尝试突破一番筑基后期 伴随着青色光辉不断吞吐 时间不知过去多久 突然 方熙表情微变 捂住自己的丹田 感觉似乎有无数小刀正在丹田之中乱插 脸上也浮现出痛苦之色 扑 下一刻 他浑身法力散开 张口喷出一道暗红色的血污 失败了呀 方熙脸色有些苍白 从储物袋中取出一枚二接疗伤丹药 吞服下去之后 又开始闭目练花 数个时辰之后 他神色才好看一些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有些无奈 突破筑基后期失败 这是遇到瓶颈了呀 修饰修炼 并不是到了某一境界的极限 就必然可以突破成功的 方熙上一次筑基初期突破成功 只能说是机缘巧合 还有自身灵体 天赋不错 我灵根只是下品 靠着轻木灵身 能与一般上品灵根相提并论 但纵然上品灵根的筑基修饰 也不是每个都能突破至筑基后期境界的 遇到瓶颈被困住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突破筑基后期之后 修炼到筑基圆满 也只是法力的积累罢了 再无任何瓶颈与关卡 而整个越国筑基圆满 拥有结单机会的修饰 又有几人 纵然宋家 也不过一个宋家老祖罢了 方希闭目那时 发现这次自己并不强求突破 失败之后及时治疗 突破失败带来的反噬并不严重 配合疗伤灵丹的话 修养一段时间就没事了 只不过想要突破瓶颈 就有些困难了 历来修饰突破境界之时 遇到瓶颈 都只有几种办法 要么吞服有助于突破的丹药 要么去游历或者斗法 寻找顿物机缘 最后则是靠着时间慢慢去磨 能辅助助鸡中期修饰突破 后期的丹药太过珍贵 我目前困于龙鱼岛 是拿不到手的 游历与斗法也是不可能的 莫非要靠时间慢慢打磨 方熙陷入思索之中 她如今纵然每日继续打坐修炼 120滴液态法力的极限 也不会打破 法力尽无可进 必须突破大境界 才能继续积累 基本上除了天品灵根之外 每一位住基修士 都会遇到瓶颈 有的甚至就这么被卡一辈子了 好在 我还有一条路 方熙缓缓吐出 一口长气 天品灵根修士柱基期 修炼 绝无瓶颈 是因为天赋足够好 我如今被瓶颈困住 只不过是 由于天赋不够罢了 在将天赋提升上去之后 突破后期 大概也就很简单了 实际上 他感觉自身轻木灵体 生机勃勃 对于疗伤很有帮助 照此情况 只要等到养好伤之后 多尝试突破几次 大概也可以突破 住基后期的瓶颈 不过方熙有更好的办法 十年之内 我的蚁木法身必能成就 以蚁木法身的资质 这区区筑基后期的瓶颈 就可以直接踏破了 方熙给自己施展一个清洁术 身上的青色法袍 顿时焕然一新 得益于青木灵身良好的恢复效果 他如今面色已经如常 顿时起身 走到闭关室外 出关之前 方熙想了想 解除部分脸稀术的效果 将修为提升到出入 住基中期的地步 毕竟 他这次闭关 就是对外宣布 要尝试突破中期瓶颈的 都住基七十多年了 才堪堪突破中期瓶颈 在外人看来 早已金丹无望 但至少能下注一部分 蠢蠢欲动的住基结修 这几年的风声不太好 从严长空那里 传来的消息 都是白泽仙城风雨飘摇 欧阳镇都有些镇不住场子 导致白风山一脉的 二十九弟子 外出被散修截杀 万岛湖在幽越门 大长老屠灭三分堂之后 算是平静了一阵子 但旋即再起波澜 甚至有着传闻 越国曾经七大驻基 世家之一的龙家 都有意往万岛湖迁徙 在此种风雨飘摇之际 方兮觉得自己需要展露一番实力 以震慑萧小 公子 闭关事外 正在忐忑等待的夏侯盈 与钟红玉 严红秀三女感受到方兮身上 比往昔更加强大的法力波动 脸上不由纷纷露出喜色 恭喜公子成功突破 爱 苦修一个多甲子 才勉强突破筑基中期 此生能遗忘筑基后期的风景 就无憾了 方兮摇摇头 苦笑一声 岛主打扰突破筑基中期 并未依靠丹药支柱 可称根基扎实 未来若有机缘 大到未必难成 钟红玉连忙暗卫 她如今修为又有突破 到了炼气九层 追上了颜红秀 至于夏侯盈 此女并未有着什么 必须突破的执念 又似乎遇到瓶颈 修为一直在炼气七层原地踏步 但也算不错了 放眼龙鱼岛甚至万岛湖 都能算一方高手 嗯 不错 今日大喜 该设宴庆祝 让人去老中那里 多打几条小青龙来 念及小青龙的美味 方兮忍不住食指大动 这时夏侯盈 却与颜红秀对视一眼 攻身道 启禀公子 中期已经作画了 哦 什么时候的事情 方兮略微一惊 在公子闭关之时 说是前两日还好好的 还下水打了鱼 但突然就不能起身 卧榻两日 便受尽作画而去 颜红秀禀告道 因为当时公子正在闭关 我等不敢禀告 还请公子恕罪 罢了 算算年纪 老中头都比维一熙还多活了好几年 方兮还有什么好说的 不过总算给自己养了半辈子鱼 就道 让我去他坟头看看 顺带问问周围人 慈老有何遗愿 若能解决 便给解决一下吧 养鱼场 一直很活跃的青角鱼龙 都有些奄奄的 躺在湖泊底部 方兮来到湖泊边上 一处芦苇地中 就见到了一座坟种 在他周围 还有几名渔夫 都是练起初中七修为 小心伺候着 其中一个练起六层的中年渔夫 就躬身道 启禀岛主 终老一生无儿无女 如今作画而去 也没留下什么遗物 不可能 方兮摇摇头 自己对手下打公仔 还算不错 每年都有零食赏赐 偶尔还允许 拿些铃鱼零米 怎么可能没有遗产 莫不是 被这些人贪污了 想到这里 他神情就有几分危险 中年渔夫一个机灵 连忙跪在地上 岛主 中老书信在此 您一看便知 哦 方兮接过一答书信 最先几封还是纸质 已经泛黄 带着古老的岁月痕迹 他对此很敏感 知道不是伪造的 抽出一张看了 顿时有些惊讶 这老中 居然还一直资助着斩图 他看了中老的信件 发现此人 居然一直与斩图有来往 时不时便托人 送些灵物 给玄天宗修炼的斩图 当初只是派此人 送斩图入玄天宗 没想到便结下交情 甚至 可能中其将自身道徒 都寄托在斩图身上了 此种行为 方兮并不理解 但不妨碍他表示敬佩 当真是老计福利 呕心沥血呀 来人 他轻贺一声 中年渔夫立即道 晓得在 给玄天宗展图发信 报丧 方兮淡淡 吩咐一句 又看向这个中年渔夫 你叫什么 骑兵岛主大人 晓得钟炉 是岛主大人 统治龙鱼岛之后的 第一批仙苗 钟炉回答道 哦 有点印象 方兮无可无不可地回答 不过好歹是自己 这一方的既得利益者 而且他神识一扫 发现养鱼场渔夫之中 就属此人修为最高 便道 那你就接替中其的职位 当养鱼场管事吧 多谢岛主 小得必尽心尽力 将事情办好 钟炉脸上泛起一丝喜色 能当养鱼场管事 已经是龙鱼岛南仙苗的 最高追求了 毕竟 他们又不是美貌女子 无法入选长青阁 并且 这位岛主大人 对于各管事的酬劳 都很优渥 光看中其过得多肥 甚至还能支持 一位宗门练起弟子修炼 便可知晓一二 哼 我才不会资助外人 要选 也必选我钟家的仙苗 钟炉暗暗想着 虽然他只是个养鱼的 但在凡俗 也有十几个妻子 生下不少儿女 就期待着能有灵根 其他太叔等上三家修士 无不都是如此